大家好,我是葉盈飛 今天講香港史上最大的詐騙案 佳寧案 最近有導演張文強聯同梁朝偉、劉德華 拍了一套名為《金手指》的電影 這套電影的故事藍本就是來自1980年代佳寧集團案 電影是由莊文強執導、梁朝偉、劉德華、蔡卓妍領銜主演 演員還有任達華、方中信、陳家樂、白紙、姜浩文等等 電影投資3億5千萬 是港產片裏有史以來最大的投資 這套電影是由80年代佳寧案改編 當時上市公司佳寧集團在幾年間崛起到清盤 史值蒸發超過100億以上 當時的100億就等同現在的大約6、700億左右 簡介一下《金手指》電影劇中的內容 劇情指幕後老闆程一賢由梁朝偉飾演 他由古文偶像變成過街老鼠 另外劉德華飾演廉政首席調查主任劉啟源 廉政公主用了15年的首席和跨境調查 這件案件還牽涉訴訟 這件案還牽涉訴訟凶殺案 梁朝偉今次以醋狂式的演繹 《程一賢》這個角色 將以前沉默冷靜的形象360度改變 另外劉德華就剛剛調轉 以冷靜內臉的形式演繹 希望他們能夠拆出新的火花 在現今低迷的電影市道 注入一支強心針 令到香港的電影產業再度蓬勃 好了 講回真實版的佳寧案 佳寧集團創辦人陳松青 在年輕的時候曾在英國讀書 在倫敦大學收讀這個土木工程系 1960年代 陳松青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工作 他在新加坡開設了一間小規模的公司 從事土木工程的生意 因為生意失敗 被新加坡的法庭攀令破產 之後就移民香港 陳松青曾在這個鍾正文家族 即是大益集團那裡擔任這個工程師 受到地產商鍾正文的重用 鍾正文就是鍾培生的叔公 陳松青和鍾正文就合作發展這個地產項目 三年之後 陳松青自行成立了一間地產公司 當時房地產的市場飆升 陳松青就賺到第一桶金了 在1977年 陳松青和鍾正文合作 成立了佳齡集團 和無數的子公司 又以行賺手段 又以行賄手段向香港註冊的馬來西亞 與民財務 獲得無限量的貸款 另一方面 陳松青在1979年 高調地收購香港上市公司 美漢 更將它改名為 佳齡置業有限公司 又以十億港元的天價 用現金買下香港金鐘 甲級寫字 傳動的金門大廈 當時香港傳媒 增相報道 但都不知道佳齡的資金來源 和他幕後的人物背景 在1980年 佳齡再轉手整棟金門大廈 賺取的毛利6.8億港元 當時美漢的股價 是由6元升到15.4元 只是9個月的功夫 上漲了156% 其實陳松青是利用佳齡系的子公司 對股價操控 以左袋交右袋的手法 等到佳齡股價飙升 利用股價上升 向銀行爭取更多的貸款 在沒多久之後 香港面臨1997問題 令香港地產和香港股市都下滑 中正文首先就人間蒸發 這樣就令到佳齡詐騙案露出原形 由於債權人紛紛告上法庭 佳齡集團和他的子公司都相繼清盤 在1983年10月2日 陳松青等被捕 陳松青與陸人被控串謀行騙罪 控罪牽涉詐騙提供非法利益等罪 1984年1月 馬來西亞當局 委派了核數師伊巴謙 來到香港全面調查 佳齡向羽民財務取得的貸款 伊巴謙在調查期間 在酒店租人謀殺 及棄司荒野 此案至今仍未破獲 1994年陳松青被廉政公署控告 詐騙提供非法利益等罪名 陳松青向法庭表示 願意承認其中兩項串謀詐騙控罪 法庭以這兩項控罪判期入獄三年 其實陳松青是利用地產、股票、銀行貸款 這三種高價值產業的商業流動 配合行騙招數來獲得利益 這些行騙手法 以打亂將借艇割和羊群心理 創造出跨國行騙集團 第一招手法打亂將無限拓展業務 增加國際以及社會地產